那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呢 当然在当上党主席之后呢 就是大局扫黑旗帜的一个 这个旗子 但是现在也被大家认为说 难道你其实这个排黑 就是个假动作吗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王孝伟 当时他是酒店业者被发现 他曾经啊 当然这个说他是斗哥 他曾经当选过民党全国党代表 那么这是有网友发现 在2018年 在民党全国党代表当选民 名单上面就出现了这样 他的名字 好国民党例外王威就说了 前国策顾问皇城国有黑道争议 北市党部前评委 召见赵燕光之子 赵介佑设贩毒诈欺 现在还出现一个王孝伟 当过党代表 那么民党为了选举排黑 事实上证明只是做出样子吗 根本就是北赵南斗 南部事实上呢 还是残无纳垢啊 我们请教教授 民进党这个问题 其实基本上就跟他的 这个党内民主程序是有关系的 因为很多这些 一些道上的这个朋友 他可能他在这个人头党员上 他可以帮忙 这就会形成跟这个 一些政治人物之间的一个 互利共生的一个结构 我想皇城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现在出来的这位 这个斗哥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当然还有待进一步去发掘了 不过他可能也很难以避免 就是说因为生意上的往来 甚至是他的其他方面的这种 人际关系 可以帮助特定的政治人物 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大概是民进党 其实在慢慢他这种 所谓的党内民主程序 逐渐的常态化之后 大概很多政治人物 都会面临到的一个两难 不过如果你去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你有效的节制 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让这些人去影响到 你的一个重要的政策 你的政府的决策 以及你的这个政策的执行 那当然这些 本来一个政党就开大门走大路 各种各样的职业都有 这也不奇怪 问题是在于说 你是不是影响到你的政策 像皇城国的情况是这样 像王校伟的情况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这些人 他是影响到你一个施政的公平性 影响到你的施政的合法性 你变成你本来要去扫荡的 你本来要去查办的 你没有查办 没有扫荡 那当然就会出现问题 不过我认为更大的一个问题 还是在于说 民进党在逐渐扩张他的这个版图 他逐渐在扩大他的这个 所谓的基层的支持的时候 他也无可避免的去走上了国民党的老路 这个才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 一个根本的问题 过去民进党经常指责国民党 这个跟黑道也好 跟这个所谓的企业界的这个挂钩 现在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腐败堕落的速度 比国民党还快 国民党执政了四十几年 然后碰到了这些问题 那民进党现在才不过是第二次执政 还没有到十六年 就已经这样子的问题是越来越多 而且我们也同时看到就是说 在民进党执政的现在 所谓这个不管是诈骗的问题 不管是这个犯罪的问题 警戒跟黑道之间的一个不适当的互动 这些问题都逐渐的浮现出来 就是表示不只是你的党员的成分 你党内公职的成分 党公职的成分复杂了 而且都影响到你的施政的一个公正性 影响到你施政的这个合法性 所以那么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就是需要有一些 需要有一些不同的政党去监督制衡 在野党当然扮演这个角色 国民党扮演这个角色 小党也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应该是要见不嫌内自行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如果国民党执政 国民党能够再取得执政权 能够重返执政 怎么样避免走上同一条路 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去进行内部的监督 能够有效地去防止这种不法的事情 因为党员成分的旁杂而出现 而影响到我们的施政 我觉得所以这才是我认为 为什么国民党应该要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 去跟小党合作 也有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们国民党如果明年 能够顺利的这个政党轮 实现政党轮廷重返执政 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可以告诉选民说 我们不会犯目前民进党所犯的这些错误 我们有多大的信心 那我们还是要有一套监督机制吗 我们还是要有一套防腐的机制 来争取选民的一个信任 告诉我们告诉选民说 我们是勇敢地面对 我们可能会碰到的困难 我们建立一套机制去管理 去防范这样子的问题 看到这次被爆料包含了 赖对话记录 检察官内部的签诚 监听一文 那么鼠卫员就说了 这些并不是普通人能够持有的 所以资料来源 是不是国家机器 检调流出来的 那么民众党立委出场会就提到 台南地检署2014年侦办陈宗燕 跟酒店业者等涉摊 最后在4月份签解怀疵案 所以要求呢 在这个法务部的部分得要说清楚 法务部在18号晚间发出了三点声明 台湾高检署跟南检都解释说 在当年呢 已经是南检侦查一年多依法签解 所以绝对没有吃案 南检也分了他资案来重启调查 那么现在但是像是滚雪球样 民众党立委出场会秀出了包含了这个包含了内签啦 还有呢这个对话记录还有银本等等等等 所以现在大家也问了这个机关的公文啊 保密受质疑到底谁可以拿到机密的公文外泄吗 台南高检署发言人林鸿松也表示说疑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说 酒店业者所设妨碍封化案经检方起诉 及依法开放月券 通讯软体彩色版书证银本 可能是从月券的管道来月出 所有的疑点会由高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赖哲雄来调券查明 我们请教教授 好 那么我想这个就是在野党立委应该要继续去追踪的 继续去后续的观察 尤其是应该要把这个法务部长找来这个立法院 要就这个事情要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到底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 第一个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当初为什么把这个案子截掉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到底这一次的资料是怎么样出来的 特别是如果是开放月券 可以取得一些相关的证悟的话 那个公文是怎么流出来的 你这个里头其实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因为你公文一般来讲 是不太可能在你的这个司法的卷宗里头 公文在司法的卷宗里头 只有这个法院法庭 这个检察官征讯的时候的笔录 以及相关的证悟 那以及相关的其他的一些 不管是这个监听的议文 或这些其他的 那你那个公文其实是没办法解释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值得去了解的部分 当然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你这个关于你吹哨者的这个保护 你到底如果不是从检调体系流出来的 到底是谁去提供的这个资料 我想陈晚会也好 或者是时代力量也好 其实他们应该有一些线索 那是不是大家能够从那个线索里头去 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到底资料从哪里来的 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发展 有非常多的线索进一步去发展了 因为如果大家都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况 那为什么这个案子可以压这么久 那还有一个其实没有办法解释的 就是说压了这么久的案子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那如果说是比如像说是 有人去调阅这个卷宗 那么到底在这一段时间有谁去调阅了呢 这个也是可以找得到的 那其实只要把这个资料能够调出来的话 其实问题就可以真相大白 到底是检调主动跟基于上面 基于这个高层的授益去提供这个资料 还是有人真的去调了卷宗 因为有没有调卷宗 这个其实是很容易问出来的 既然因为有调卷宗 都一定会有登记 要申请许可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应该 是可以进一步去探索的 那当然也可以就去找人去调这个卷宗 那卷宗看看到底 哪些是在卷宗里头的资料 哪些不在卷宗里头的资料 这个也就可以解答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有哪些资料 是非检调体系可以拿得到的 哪些资料是只有检调体系拿得到的 那这些里头其实都可以很明白 那当然了 如果国民党以及其他的在野党 民众党时代力量 要继续让这个案子继续延烧下去 来解决来处理 这个案子所揭露出来的一些体制上的 制度上的一些漏洞 那我觉得这段未来这一年 可以在这个多点播两首歌 一首歌是刘文正的云且留住 前一阵子很热门的刘文正的云且留住 另外一个有很多网友也提到了 这个许如云的 如果云知道 对这个照顾一下我们这个老哥族群 所以让大家能够从这个案子里头学到教训 能够把真的问题找出来 然后解决它 海荒鲍鱼干贝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